只有一种可能 他暗恋我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 你们真的不用再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选择王剑谷 先等一下 我这种吃光了生活苦的人 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 这双袜子你已经炫了三天了 你现在两只脚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每一个赶时间的人 他的时间都是刚好卡在我前面就合适了 我长得就那么正点吗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再当人 你也都问了领导 我的领导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全都是质疑 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还是个脱口袖花瓶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喜欢我 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我要是跟他讲 我在那个VG 镜头海浪的亚丁万 索马地海域 我在那卤大肠 他这个刻板印象是招着我刻的 就那颗我感觉这不是普通的肘子 这是丘比特的前肘 大家好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最近过得不大太好 因为我的老板特别奇怪 有一次晚上 我老板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 我没有回 他觉得完了 李月琴死了 然后吧 他大概给我打了 那有二十多个电话吧 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 把我给打醒了 我一接电话 他跟我说了一句 让我特别绝望的话 他说大半夜的 你怎么还睡觉了呢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 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我妈破工作太累了 我老板脑子有病 我压力太大了 不想干了 要不回家种地得了 我妈说挂了吧 咱家没地 我说妈你等一下 咱家没地不要紧 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 我给我饭就行 那咋子不比上班抢啊 我妈说傻孩子 给别人家种地 那就要上班 你们看啊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 没钱 没地 没退路 只有一个无情的母亲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头看了吧 我输了 回去之后 我老板去街上接我 见我面 第一句就是 哎 我不打太满意啊 你看李月琴怎么回事 我辛辛苦苦 把你培养成一个网红 你让你去说脱口秀 你怎么还能说不过那帮说脱口秀的呢 这不就整得挺不愉快的嘛 到家的时候 我老板说 你下车吧 我抽根烟再走 我一看这不行啊 我说老板 我来给你点上吧 老板说不用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话音未落 老板车让我烧个窟窿 你们知道一辆 价值一百五十万的奔驰 修一个窟窿 需要花多少钱 我知道 一万九千六百八十八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两个窟窿也是这个价 十个也是 一百个还是 我说哎呀 那这要是我烫一千个的话 老板 你就说你想不想 尝试一下敞逢车 但是后来吧 这个车它当时没让我赔 而且还不提 就好像这个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搞得我特别慌 我天天提心吊胆的 我就琢磨呀 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良心发现了吗 不应该呀 你说当老板的哪有那玩 到最后啊 到最后 这个事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 他暗恋我 哎呀当时啊 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 怪不得呀 你说他为什么半夜三点还给我发微信 想我 男人 太阁这欲行故动 然后吧 我就把这些事跟我妈说了 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 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 姑娘 你老板喜不喜欢你 妈不知道 但是我听你说完 我感觉啊 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是习惯你老板呢 我当时一听真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两情相悦了 真的哎 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 我可真是太快乐 我有时候上班我想着想着 我都能笑出声来 我同时说雪芹你笑啥呢 我心想还雪芹 珍惜这段时光吧 过几天你就得管我叫老板娘 哎呀那段时间呢 我真是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我天天观察我老板 寻找他爱我的证据 结果证据没找着呢 我老板给我骂一顿 他说我不好好工作 天天鬼鬼祟祟的 说啥就要扣我工资 哎呀给我气的呀 你们说这男人啊 多有意思 还没结婚呢 就会从媳妇手里扣钱了 后来我一看 这老扣钱也不行啊 你说他老敢得欲行故纵 我也不能一直守株待兔啊 要不我也故纵一下吧 我又跟他说 我不干了 然后他看了我半天说 可以 我就懵了呀 这不闹呢吗 我本来想声东击西 这怎么还打草惊蛇了呢 我说那什么 你不挽留我一下吗 咱俩这老些年 除了工作 你想想咱俩这些就没有别的事吗 我老板说啊对 我想起来了 我从德国呀 订的那个配件到了 你赶紧把我车修了吧 很多人就质疑我说 你做一个 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啊 你怎么来说脱口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脱口秀这个行业 发扬光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抄段子 一个脱口秀演员 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八个搞笑视频播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 李月琴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五十个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李月琴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倒腾西北风 从咱们东北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地方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琴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 等人家都特别诧异 问我为啥 为啥呢 我举个例子吧 上回路途为赛 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 回到家之后 我一看 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 饿死的 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 我觉得那个蚊子饿死之前 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该多好 但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 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 他要跟我说 不是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 我一心 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 那他说啊 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 他说你看啊 你好歹是一个网红 我怕咱俩分手了 上热搜别人骂我 我说我也没有 哄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 他说嗯 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 凭我对你的了解 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他说这么的略形 我给你吃一个招 你呀 你就上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 然后呢 我就来了 我行的这回 我到这 真的呀 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 越幽默越好 那过日子多快乐呀 所以现在啊 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 他们在台上 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 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 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 笑啥呀 笑点在哪呢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也被人追过 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 他当时单膝跪地 捧着一束玫瑰花 对我说 李雪芹 我喜欢你 咱俩搞对象吧 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 我这一辈子对男性说过的 最硬气的一句话 我妈不让 十一年过去了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 真的呀 在这里 我想对十一年前 就读于辽宁省 铁岭市 开远县 第八中学 八年级三班 一位姓徐的男生说一句 我妈让了 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 从导演到演员到李淡 挨个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晋级了 进完旗 今年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 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四十个人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猎琴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不可太遗憾了 之前我在北京 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 跟我说 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 你就给定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内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哎 到王建国了 我和王建国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身的吗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帝大 物幽博 还有王建国 反正我的梦想 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再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今天这个破主题啊 从里到外都透露着节目组的阴险 好不容易到决赛了 告诉我们终点也是起点 那咋的 驴拉磨呀 龙共就这么几个驴 年复一年 一圈一圈拉呀 拉得好 他还给根胡萝卜 萝卜上面刻几个字 转圈大王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回我爸给我讲 麦哲伦 人类环球航行第一人 真正的转圈大王 说这个麦哲伦呢 人家从来不自满 每到达一个目的地 都要重新启航 永远都在路上 我听完我就备受鼓舞啊 我就跟我妈讲 我妈一听也可高兴了 对对对 麦哲伦永远都在路上 他死路上了 你们知道这个事 给我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吗 就以至于 后来有的朋友跟我说 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我说你知道麦哲伦吗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个屁啊 他死路上了 后来呢 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 然后我就说 你不是最烦鸡汤吗 那怎么的 五十来岁 你终于变成了 自己最讨厌的人呢 我妈说没有啊 我说怎么没有 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 你说人家死了 我妈说那你误会了 我也不是烦鸡汤 我就是烦你爸 今天这个衣服 你们也能看出来了 我现在挺膨胀 就膨胀到啥程度 就我走路上 来车我都不躲 那司机一看见我 嘎就自动停车 因为我红 红到有一天 我妈着急忙慌 给我打电话 说姑娘 我听说你进娱乐圈了 那圈男女关系可混乱了 你加点小心吧 妈 实不相瞒 这就是我进入娱乐圈的原因 我说那我想了好几天 我也没想要来 我老板说 我给你想一个 你这么拍 指定能上热搜 我说啥 他说 李雪芹酒后顺长江漂流 三十公里 老板这个视频得咋拍呢 我老板说 这个视频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我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客户同意了 但是客户说了 我是东北的 希望可以从黑龙江开始漂 我极力反抗 我说老板 你不能这么霍霍我 我老板说 我看过数据分析 像你这种突然红起来的 生命周期普遍都很短 得抓紧变线 你说老板 人家说的是职业生命短 不是我这个人生命短 但其实我红起来也挺意外的 你想今年这脱口秀啊 王勉脱口秀冠军 王建国脱口秀亚军 李雪芹脱口秀亚军的CP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有人喜欢客这个CP 但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连王建国都有违粉 哎呀 就在我那微博下评论呢 建国是我的 抱走建国 我天哪 我就想 你说王建国的粉丝 都啥体格啊 完了上完节目 就天天有人问我 你跟建国咋样了 有一段时间 我天天做噩梦 我有一回梦见 我跟王建国结婚生子 我生孩子的时候 医生问 宝大还是宝小 王建国说 我保密 好 我是广志 然后周围 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 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 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一个 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 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默了 这个时候我盯着镜子里 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脑海里 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这也不能全赖他 然后当时就是 还有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烫这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理发师问我 他说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 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地帅 就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 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当然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小 这个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 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 我要变好看 就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现在局面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这个节目已经多了一期了嘛 然后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看到我上了那个节目之后呢 他们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挣到了很多钱 这种样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们录这种节目 选手是没有钱的 我现在不仅没有挣到钱 我还往里搭了很多钱 因为我每次打车过来 来回的话要三百块钱 就是录到现在的话 我已经往里搭了 就四千多块钱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就是如果 那个打车的报销 再不下来的话 我就得退赛了 你知道吗 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观众说 那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呀 我说因为片场周围 根本就没有地铁站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坐地铁 然后再骑一个共享单车呀 我说 因为我是一个明星 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 就前两天我就去挤地铁嘛 然后挤上去之后 我就没有坐 然后我就站着嘛 然后这个时候 我旁边就站了一对情侣 就是我们三个人 就都没有坐 就都站着 然后这个时候 到我们面前 就突然空出来 一个坐的时候 就那一对情侣 他想去坐那个坐 但他第一时间 不是去抢坐 他第一时间是 他们俩在一块商量 他们俩该由谁来坐这个坐 就在我面前就商量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那个男的 就特别巴大总裁 那样子 那边有一个空坐 你去坐 你坐 我不累 你去坐 你去坐 然后他女朋友还不坐 他女朋友在旁边 哎呀 我今天在公司 我都坐了一天了 我不累 还是你坐吧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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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在旁边看着 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就是 这个坐 就是你们俩的了 是吗 我就一直在旁边思考 我等着一天旁边思考 怎么会 现在地铁上 都有情侣专坐了 是吗 这个坐 我可不可以坐呢 甚至有一次 我都已经坐下了 然后他们俩 还是会在你面前 哎呀 你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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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又在想 你们这种人 你们是不是 就是故意来炫耀 你们拥有爱情 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给我使出来 不害怕你们 当地铁上 空出来一个座之后 大家去抢这个座位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规则的 它是有规矩的 你知道吗 它的规矩就是 它就是和那个继承法 是一样的 就是你只有当这个 第一继承人这边 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你旁边这个 第二继承人 才可以过来继承 对吧 继承权拿你平等 对不对 就是我为了写这个段子 我专门去网上 查了一下继承法 其实 其实继承法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是用不到继承法的 使用继承法的前提 得是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 才可以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发现 就会有好多人坐地铁 他起来之后 他喜欢指定一个人 哎 过来过来过来 我到了 我先下了 我先下了 就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法继承了 因为人家走的时候 有遗嘱 我身边最快乐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胖子 他是那种 看见美食 比看见美女 还要开心的人 完全没有身材焦虑 然后也不想着谈恋爱 但他就是快乐 就他的那种快乐 就让你感觉 就是生活 拿他 没有办法 就一般这种感觉 生活正面对抗的人 都是我的偶像 但结果前两天 我的偶像跟我说 他想减肥 我问他 为什么 他说他想谈恋爱 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的感受就是 我塌房了 他竟然要谈恋爱 没想到你胡子拉扯的 竟然也要取悦女性了 你跟绿茶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胡茶表 所以压力就特别的大嘛 然后前两天就去玩了一次 密室逃脱 当时去到那个地方 号称是全上海 最恐怖的一个密室逃脱 但我去了之后发现 装修也一般 我就问老板 你这也不恐怖呀 老板说 一个人598 我说你等一会儿 这有一点吓人了 更恐怖的是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 那个局全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 你知道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 遇到这种局的心态 只有一个 就白跑一趟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这样 就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姐 她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 在剧场门口就娃娃地哭 周围的人就劝她 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明明上一秒 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她一想到明天就要回北京上班了 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娃娃地哭 就第二天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挺心酸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好残忍呀 给了她那么多的快乐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你们有人当过舔狗吗 都不承认是吧 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 但是很多年上 然后我最近发现 她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 下面都会有她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还就问我 就说广志呀 我这种行为就是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她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她只能叫海狗 从她身上我就发现了一种 就快乐当舔狗的方法 就当你被一个喜欢的人拒绝的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嘛 但是当你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她的痛苦就对冲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难受 你只会觉得 拒绝我的人多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哎呀我的妈呀 你顶多只是不搭理我 人家都让我滚 相比之下 还是你对我好 我甚至离爱情最近的一次 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 里面有一段感情戏 他真的找了一个专门学表演的女生 来跟我搭戏 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 当时呢 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 相濡以沫的画面 结果拍出来 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 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 可能是也没有见过 我这样的男主 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 整不会了 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 就说你要甜蜜 你要温柔 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 我当时一听 还要撒娇 这个戏的尺度 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 先等一下 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 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 后来没有办法 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 先对视十秒 建立一下感情 说是找一种 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入戏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 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 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自从那个男人来了之后呀 也是被迫走向了 帅哥的路线 我今年的主要的压力呢 就是来自于徐志胜 就他来了之后 无论是观众还是同事 都喜欢把我俩的颜值 放在一块比较 现在徐志胜 都成了我的心魔了 就每次有同事 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 我脑袋里都会飘过一句话 就无语成北徐宫 赎丑 总有人把我俩给寄混 被徐广胜笑死 最可气的是 很多人都管我叫志胜 我现在每次演出 只要不好笑 我就说我叫徐志胜 我现在的心态怎么说呢 就好比是家里 本来只有一只土狗 突然有一天 又来了一只 除了原来那只不开心 全家人都很开心 然后呢 志胜最近还谈恋爱了 天天在我面前炫耀 就跟我炫耀 他女朋友给他买的袜子 在我面前提着裤子走路 这袜子跟衣服也不搭呀 我说可以了 哥哥 这双袜子 你已经炫了三天了 就 你现在两只脚 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 你赶紧换一双吧 不然你的爱情 就要冲昏我的头脑了 然后我从地上站起来之后呢 我就赶紧摸 摸我的身体 看有没有摔坏 赶紧摸脸 摸一摸周杰伦的脸 还没有摔坏吧 然后我一边摸一边 还同时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就想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摔成这样 还能接着演吗 如果不能演的话 是不是需要给别人退票呀 我一想到退票 立马就好了 因为票钱我们已经花了 回家之后呢 我就去搜我当天演出的那个照片 然后我就发现 真的有人发我 趴在地上的那个照片 就那个照片看上去 真的特别的心酸 就真的特别的像 脱口演员跳水 没有人接 然后下台之后呢 我同事就关心我 就问我疼不疼 我当时快疼哭了 但我坚持说不疼 因为我知道 如果说疼的话 这就是一次舞台事故 但我说不疼的话 这就是行为艺术 就无论生活有多少苦 你只要不喊疼的话 你就是个艺术家 去年我甚至还走了红毯 我当时接到邀请的 第一反应就是 哇 这红毯真好 后来听说还邀请了智盛 这红毯真好 红毯上面再有个门槛 就更好了 然后我跟智盛 在那个活动里面 一块出现 观众看到我们之后 都大喊 陆寒周杰伦 然后所有的摄像大哥 就把镜头转向了我们 看见我们两个祸 一脸疑惑 我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眼睛有问题 我当时就感觉 我俩不是什么喜剧门神 我俩就是诈骗兄弟 但其实医生不知道 我后来脸红 不是因为过敏 只是因为窘迫和尴尬 我那会就明白 为什么人在窘迫的时候 会脸红 那是生活打了你一巴掌 这么窘迫呢 是因为我那会没有工作 那个时候可以说脱口秀 就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呢 就全靠之前的积蓄维持着 有一天 看了一眼积蓄 感觉应该活不长了 为了延长我的脱口秀生命 我把每天活着的成本 压缩到三十几块钱 演出完 根本不敢打车回家 打车回家 虽然可以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会浪费三天生命 不敢乱花钱 甚至有一次 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 一块逛街 你们也太没有见过世面了 逛街 就逛街嘛 夏天 热的都不行了 我就冲进便利店 拿了两块雪糕 准备降降温 一问店员 一块三十八 降温效果确实好 听完 我后背发凉 但那个时候 我太穷了 当着女生的面 我跟店员说 我们不要了 气氛直接就降到了冰点 说完就感觉 我耳边环绕着一个声音 你是不要雪糕了 还是不要爱情了 还是不要脸了 我说我都不要了 我要活着 然后我就放回去了 跟那块雪糕 一块放回去的 还有我那张滚烫的脸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那张脸就丢在了中山北路 那家便利店的冰柜里 直到后来 我入职了效果 发了第一笔工资 我觉得 是时候把那张脸赎回来了 打车去到那家便利店 那是一个冬天 我顶着刺骨的寒风 冲进去拿了一块雪糕 我都没问价 结账 他说58 我说 这个怎么数晚了 还有利息是吗 当时就后悔了 冲动了 今天就不应该打车来的 最后还是买了 为了多享受一会儿 小人得志的快乐 那个雪糕 我都舍不得吃 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捧在手里 怕话了 含在嘴里 怕话了 当时就是怕话了 握着冰凉的雪糕 感受到的 全是生活的温暖 当时在寒风中 我举着雪糕大喊 失去的 我一定会拿回来 何广志 从此你也游泳了 生活的话语泉 说完 咬了一口 把嘴沾上了 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 我不配养宠物 就那宠物店的宠物 住得比我都好 他们都是单肩 独立猫沙盆 我还得每天 跟室友抢厕所 我感觉 他们如果谁 跟了我 得多倒霉呀 店员还跟我介绍呢 说 这个猫就是可爱 这个猫呢 聪明 这个猫呢 就是活泼 我说 有没有那种 能吃苦的呀 心里素质好的 能接受猫生大起大落 还能自己抓老鼠的 朋友说 不行 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 但流浪猫 它们也不跟我走 因为吃得比我好 就每天会有人 投喂它们猫粮 我带着吃剩的麻辣烫去 刚放在地上 就被阿姨拦住了 是垃圾扔在那一边 我感觉 就算是我带回去 看一眼 他们第二天 也得跑路 走的时候 可能还得说哪去 我倒不是 多么热爱自由 我们流浪猫 吃不了这个苦 我因为长得老实嘛 还经常被插队 我前几年 坐火车 排队取票嘛 那个队伍就很长 就挡住过道了 然后就会有人 想从中间借过一下 基本上都是从我这里借 更有甚者 他借过借过 借完他不过 就直接站在我面前了 就那个时候 只要有人插队 基本上都会选择我这 就感觉他们看见了我 就像是看见了 这个工序良俗的漏洞 是吧 快来插队呀 这里有一个人性的缺口 每个人插队的理由 也都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每一个赶时间的人 他的时间 都是刚好卡在我前面 就合适了 这是长相的问题 我长得就那么正点吗 最后啊 关于我不会拒绝这个事 我想说一点就是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来追我 因为我不会拒绝 好不容易 公司组织团建 去迪士尼 全公司的女生都去了 结果刚进了园区 这帮直男 就给我拉走单独行动了 理由是 女生走得太慢了 我都懵了 她们走得还慢吗 那为什么我追了26年 一个都没追上呀 咱走这么快 干什么呀 把我带到了旋转木马面前 已经做了攻略了 这个点做人少 我崩溃了 受我以余 你倒是把我往鱼塘里带呀 我学了一整天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第一个对象是马 然后一群彪形大汉 就开始做旋转木马 人均两百多斤 长得有人高马大的 还有人高匹马大的 后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 花车游行的时候 全员的人都去看了 我说咱是不是也该去了 对 咱是去开牌海盗船了 因为这会儿没人排了 排的时候记得用手机 再排一个雷鸣山漂流 这样等会儿两边就都能玩 我都气笑了 这帮直男玩得挺刺激呀 一个女生都没有 愣是给我玩出了脚踏两只船的感觉 上学的时候 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排毕业绕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得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般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给你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我给一个女生单独吃饭 我心想 这下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阿姨选择了绕开 这有点侮辱人了吧 转念一想 她如果走过来说 来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女生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侮辱人了吧 很生气 我只能主动说 我要买花 阿姨说 你买花送给别人的女朋友 不合适吧 这个花是卖得很贵 但阿姨也不是什么 当钱都挣的 她拿去的时候 一定要穿点贵的衣服去 就千万不要穿 你从网上买的什么 2022潮男秋季必备套装 因为你在里面 很容易遇到另外一个潮男 我就遇到了 我抬头一看 突然感觉 我的这个潮流小众男装 好像不小众了 很尴尬 我俩都想回头确认 但眼神又不敢发声交汇 我心想 这里果然很暧昧啊 当时我穿着秋衣 大哥穿着同款的短袖 我俩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都开不起卡座 只能相遇在舞池里 共同寻找彼此的春天 当时 不管舞池的音乐 多么劲爆 就感觉我俩的BGM 永远都是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呀 扭头一看 春天在那开不起的卡座里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至事 我是至事 准备好接受暴力丑学的幽默了吗 就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后 我就发现 就没有人夸我们般配 全是说我女朋友善良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她是我的初恋 但是我就发现 26岁谈恋爱 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就有很多事 我就接受不了 比如说有一次 我的女朋友突然喊了我一声 喊了一声宝贝 哇 我当时整个人都 我说这么谈恋爱 这么刺激吗 我当时就感觉 有一瞬间 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古董 我是个宝贝 然后呢就是 你也很难给他们 表示一些浪漫 有一次他跟朋友在一起吃饭 我就想着浪漫一下 我就给他买一束花 想着去送给他 但是我发现 当我捧着花出现 他面前的时候 他朋友直接问了我一句说 他男朋友是真的来不了了吗 而且我女朋友啊 我女朋友条件还特别好 她是四国留学 然后有好几处房产 真的就成哥听到之后 我都感觉 说至少 你这个女朋友 是不是在报纸上找到的呀 旁边是不在写着四个字 叫成腰坠序 但特别奇怪 我女朋友条件这么好 但她跟我在一块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我说我都疯了 我说女朋友 你再仔细看看我 真的就是应该是我 才应该没有安全感 我都怀疑你是在骗我 真的我跟你在一起 第二天我就下载了一个 国家反诈中心APP 找个人真挺难 而且招聘要求上 一个个还在那写着 要求什么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我说这个针对性 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去年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 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 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 我就说 我说领导 我不会喝酒 真不会 领导说 真不会呀 我说真不会 真不会 来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 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 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 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 在电梯里 有一项潜规则 是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 是谁离得近 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 从12楼到9楼吃饭 电梯门打开 还是12楼 可是我的三个领导 开始同时 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 是他们想让我 缓解一下这个尴尬 有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 就是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 是你要用手 给这个按键 一个压墙 但是当你为了 环境尴尬 讲了一个梗 但你发现 整个电梯里 回到那儿 却只有你自己 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 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 开始给我传递 一些特别错误的价值 让我说 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 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就整个的颠覆了 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一句 我说领导啊 那你现在是人是高 你发现导演在分配产品的 跟我说 说志胜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 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但卖面膜 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 只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我就特别不解 直播结束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啊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 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 我这个长相 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 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 我正在那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这个最便宜 真的 我当时都懵了 我就心想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 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 现在已经网上 已经开始有人说我了 说徐志生脱口秀没什么实力 全靠脸 真的 听到这些质疑 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还是个脱口秀花瓶 真的 我现在听到这些质疑的那种心情 就跟那些爱豆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现在特别想给你们说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我是脱口秀路寒 这个就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开玩笑 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有很多观众 他就当真了 就会有很多误会 有一次我在那个湖南 湖南那个卫斯大楼 湖南 湖南 我在那个湖南卫斯大楼 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 他就在那喊说 路寒 路寒 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 开始找路寒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说这可千万喊的别是我呀 结果就是我 他过来说 说路寒 你给我签个名吧 你给我拍个照吧 真的 你在看旁边的 看我的表情都懵了 说这不会就是 路寒素颜的样子吧 我在高中 确实很认定地 追过一个女生 我当时为了给她表白 我还特意写了一首长头诗 但她根本就没有发现 我这个巧妙的设计 她就没敢往那儿想 真的我的朋友之后 还给我总结表白失败 我朋友还给我总结经验 说至少 该长头的不是诗 我还会耍一些 真的我为了追她 我还经常耍一些小心机 有一次我跟她 给她去买东西去外边 然后回来上楼之后 我就发现外边下雨了 我就想着 我要给她营造一种 我冒雨去给她买东西的感人场景 但我又不想下去淋雨 我就去水管那儿 开始往自己身上浇水 然后当思路路的我 出现在面前把东西递给她 我这时候一句话没说 扭头就走 留给她一个潇洒的背影 但没想到这个背影 不光潇洒还很干燥 等这个照片拍完之后呢 等照片拍完之后 我就发现 她就想让我们几个演员 发照片宣传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照片和其他一个演员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没有这个照相馆水印的 不是开心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长相优势啊 今年开始在我的感情领域里 开始发挥作用了 今年确实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啊 是朋友介绍的 当时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她说了一声 说我这个朋友啊 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她 我真的问过她 我说你当时 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她说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一马开心了去了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啊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过是说 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不出嘛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志胜啊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 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但是我也确实 因为得了色盲之后 得到了一些 对我长相的肯定 因为每一次 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 医生都在那 你好好看 就我是在高中确诊了色盲 就我确诊色盲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 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 还有同学出来 我说 指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 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而且我那边看不上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 我说指上 没事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 是因为我太粗心了 是吗 我说色盲 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但这个病真的没有人同情你 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色盲这个病 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 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 看到红绿灯 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 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 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那老师都懵了 说因为这个就是 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 我这红绿色盲 就一直给我说 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呀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 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 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 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 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她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她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我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 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她们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 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后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 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啊 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 我本来就认识呀 我真的就是傻了 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家是22岁才装的空调 夏天真的很热 你也没什么办法 你去游泳水深 在外面火热 有一次给几个火麦在外面 热得受不了了 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热 咱们不如就跑起来 跑起来就有风 有风不就凉快了吗 真的 大家听了可兴奋了 跑得可快了 跑起来是真凉快 但停下来是真热呀 所以就得一直跑 有个小孩都热懵了 给我说说志胜 我头疼 我是不是中暑了 不 你应该是着凉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越跑越热 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 直到上了高中 我才明白 这个动能转化的风能 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 越跑越凉 它都不符合能量守核定律 你一旦听说之后 跟我说说志胜 你就是傻 你就应该在那别动 让别人围着你跑 真的我听完 我说还是你见过电风扇 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 我在仔细想了想 我说这不就是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 我们努力奔跑 李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李旦匡匡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李旦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 关键是他还在那 跑得快地拍个灯 跑不动地换个人 这是什么能量守核 把我们的动能 全转化成他的无能 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独行乐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 29亿票房先生了 所以今天比赛 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 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 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 因为总共就三秒 就这大家周围的人 还很羡慕 跟我说这只事 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 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 就拍这个电影 我都没落着去片场呀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拿这个摄像机 对着我拍了三分钟 给我说 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 我都懵了 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 还是拍短视频了 结果电影一上映 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 而且这三秒还上了热搜 徐志胜在独行乐球上 讲脱口秀 十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 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夸了 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 但自胜的演技 疯神了 我都懵了 怎么都疯神了 我还没来得及演呢呀 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 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 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 自胜大帅哥 太帅了 自胜绝美 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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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你们都把我夸恍惚了 真的就有时候我都忍不住去问我经纪人 我说姐 我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太好看了 真的 我就想听点真心话 我今天跟我说说这事没有 你就是华众取宠 大家都爱看小丑 我说行了 讲 我清醒了 这个真心话是真难听呀 我当中我都想在我下面都是大摔根了 那些爱豆下面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但我就去看了 我就发现真的没有形容词 全是老公 老公 老公 用名词表形容呀 我当时就只剩下一个底线 我就去看了看广志的评论 发现也全是老公 甚至还有几个宝贝 我都懵了 我说我现在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我发现真的很热血 我还跟着我们班篮球队去打篮球 真的当替补 就是其他人的身高 平均身高一米八八 我一米七一点六 就我混在其中 就是看了之后 你说这个人他在篮球上一定有过人之处 看了一会儿你又发现 我都不会过人 真的有一次我们的中锋受伤了 他们让我上去防对面一米九亿的中锋大哥 给我说这个战术叫田际赛马 我都疯了 我说田际赛马 你是不是也得用下等马去对上等马 你这弄着条驴这能行吗 真的 那天你别说晒跑了 差点让上灯马把我踢死 大哥一个转身 把我夹嘎在窝里了 我被夹着我也不敢生气 就怕别人说我窝里横 我在那是真防守呀 他们打球还全是假动作 有一次我防守 我都没跟上 对方都走到南下了 都没人了 他做了个假动作 又把球投进了 我说你这不有病吗 这都没人 你做什么假动作 害得我在原地又跳了一下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 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 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句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这时候如果武松 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 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 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像救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 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 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寄近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它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淇淋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 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它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 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 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 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 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 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纹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 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它为 妈宝男吧 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 就他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他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他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他妈妈天天对他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 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他妈宝男 不叫他爸肺男 如果爸爸特别废 还可以叫他爸费特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 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 几个未进南北朝的饺子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 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 你也学过POA啊 最怕的是 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 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 因为怕尴尬 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总不能尴尬了吧 直到有一天 我投评投到了邻居家 我正奇怪呢 为什么电视一直加音量 还是没有声音啊 小区群里一个大哥已经崩溃了 说别投了 已经要聋了 他还在群里发了我电脑桌面的截图 那一刻我就明白 什么是精神走光 当时我看的是脱口秀大会 大哥还说 这节目营销也太厉害了 没人看也不能硬往人家里头啊 原来只要你是一个尴尬人 独自在家也是可以尴尬的 我就很羡慕那些大爷大娘 他们就不太会尴尬 他们很自我 他们可以旁若无人 在公园里撞树 跳舞 和老姐妹们摆成一个五角星 因为他们用五六十年 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不重要 人应该只在意那些最重要的人 配偶啊 子女啊 广场舞的舞伴啊 我觉得他们活得比年轻人更平和 更洒脱 更明白人生的意义 我就希望我也能早点到达这种境界 到时候我就不怕社会性死亡了 我甚至可以社会性找死 跟邻居大哥说 给我把会员充了 租房也免不了要搬家 我也是自己找搬家公司搬 没有交朋友 因为只要你找朋友帮过这种忙 就会知道 还是搬家公司比较便宜 但就怕遇到那种不正规的公司 当时我和师傅订好价格就开始搬 我也帮着搬 东西不是很多吗 就很顺利 直到师傅抱着我的最后一件东西 站在楼梯口 说好累啊 能不能加一百块 当时我看到豆大的汗珠 师傅头上一个都没有 但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师傅知道我家住哪 那一刻我就想马上搬家 但我搬家还得再找一个搬家公司 我就希望我能长得高一点 壮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毫无畏惧地跟他说 你累了吗 你好菜啊 然后我就接过箱子 背起师傅一起上楼 我就好希望遇到那种坐地减价的搬家公司 就是你这个箱子虽然大 但特别轻 要不要给你减一百块钱 就是你一个人住害怕是吧 我把眼睛蒙上给你搬 我也知道有时候我是过于谨慎 起人忧天了 我白天出门之前就把窗帘都拉住 晚上进小区就把耳机摘下来 听周围的动静 收到快递要先把信息涂黑 开关门都十分迅速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特工 虽然没有很多本护照 也没有一箱现金 但行为极其神秘 就是我的代号现在是张先生 街头暗雨是放门口就好 当然常年挂着男生的衣服呢 我自己也会试着穿一下 就真的很宽松很舒服 有一次邻居就问我说 为什么总见你穿男朋友的衣服 但从没见过你男朋友 我就需要一个机智的回答 我说啊 因为我男朋友进去了 我公安局的亲戚抓的 这句话就包含很多信息 第一我男朋友不好惹 第二我在公安局有亲戚 第三我连男朋友都弄进去了 说明最不好惹的其实是我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连的演员毛豆 各位应该能看出来 我是个喜欢健身的阳光运动型男生 我现在买衣服都不太好买了 以前我还能挑一挑款式 现在我现在只能挑颜色了 我妈妈给我买衣服那颜色都不挑 前两天给我买的件睡衣啊 粉色的 纯粉色一点杂色都没有 各位我二百八十斤 我这个身材穿一套粉色的睡衣 站在十米之外你就觉得 乌比尔是不是有头柱啊 有头柱啊 哇 连话 粘起来了 就那个衣服还是两排扣的 各位不要看我现在这个身材 其实我是个退伍军人 真的 各位能猜出来我在 各位能猜出来我在部队的时候 具体是干什么的吗 吃一食班 谢谢 谢谢 这就是刻板印象 你看见胖子挡过病 你就说的是随时员 确实是 其实我在部队刚刚过分到随时班的时候 我也不太好意思跟家里讲 其实我当时毕竟是心病嘛 技能不熟练 我在家当时切菜的时候 特别容易切到手 我第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 我五个手指头上绑着全是双隔铁 我妈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妈说部队是不是送你去 谈孤症了 后来我就总结了 就别人问我当病的问题的时候 我只要回答一半啊 或者是被动回答 就会避免很多尴尬 别人问我你当过病啊 我说当过 别人说你还是还去 你还去护过航 我说对啊 去过 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厉害 好像甚不可测 我要是跟他讲 我在那个威祭祀福 惊头海浪的亚丁湾索马历海域 我在那儿卤大城 我当了八年兵 我是第三年的时候 跟着建议去亚丁湾护航的 一开始我妈还很反对 我妈说护什么行 又葬又累 跑这么老远还危险 你去那儿干什么 我说妈 我们护航是有补助的 而且多光荣啊 我妈说不是钱的事 咱家修你一个孩子 你出点事怎么办 我说妈 我们护航去一次 能给个十四五万吧 那你注意安全啊 我实际上就是在黄岛郊南 这个地方当的兵 当了八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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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伍回来 我还给班长打电话 我说班长我回来了 班长我说小猫你回来了 怎么样 退伍回家干得怎么样现在 我说挺好的 我现在回黄岛这边 棚里录节目 班长我说棚里 你退伍阳柱去了 我班长是个挺好的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是这么老兵嘛 过过那种比较艰苦的日子 太节省了 我们当时崔尔班有道菜 叫蚂蚁上树 就是肉馍炖粉条 我们班长对这个菜呢 有自己的理解 他觉得那个粉条 只要有点肉味就行了 他炒完那个肉馍之后 我把肉馍又烙出去 去做虎鼻尖叫了 打菜的时候 一群人看着那一盆粉条都蒙了 说班长今天吃蒜拉粉啊 这不蚂蚁上树吗 怎么九省树了 蚂蚁呢 班长说蚂蚁搬价了 而且我们海军舰艇部队 有很多那种 涉外的宴请活动 建设让我们崔尔班 学几个能拿得出手的 那种西餐 派出我和我两个战友去学 学完回来 是买原材料的时候 卡在班长这儿了 我那个战友手 他要做个那个法式鹅干 班长一看鹅干 两百多块钱一斤 班长说这样吧 你用猪干吧 猪干好 猪干明目 我吃了一口 我感觉我死了都不明目 我人生第一次吃西餐 我想沾蒜酱啊 我说班长 我炒个意大利面吧 班长说炒什么意大利面 你炒方便面就行了 库里那么多方便面 不用买 炒完之后真的 老外吃一口都净了 老外吃了一辈子 意大利面呀 第一次吃红烧牛肉味的 我另一个战友更晚蛋 他说他要做个凯撒沙拉 就搭下金枪鱼 下一杯胡萝卜黄瓜 班长说 你这个沙拉呀 就是要清清爽爽 你就放胡萝卜黄瓜就行了 我说班长 那也太酥了吧 班长说酥什么 那不还有猪干吗 你要是觉得东西少啊 你可以往里放点豆腐皮啊 放点粉丝啊 放点豆芽什么的 我说班长 你这个沙拉是不是又叫 东北大阪菜 这是什么凯撒沙拉 哈尔滨凯撒 真的 你这个西餐摆出来 哈尔滨凯撒大阪菜 意大利炒方便面 配法国猪干 谁看见你这个菜色 不得问一句 服务员 我弄个圈什么时候上 我来参加这个豆腐皮 大会 我班长也很开心 他希望我可以借此计讳 打破一些大家 对崔氏园的一些刻板印象 后来我也采访了很多观众 发现大众对崔氏伴的印象 很单一 他就觉得那些崔氏园呀 灰做饭 性格外向 长得胖 普通话还不好 班长 我感觉我够呛了 他这个刻板印象 是招着我刻的 崔氏伴现在淡汉 又不是教合书 我都都把我印在封面上 真的你看那些电视剧的名字 我是特中病 一听就是战争片 充满了那种牺牲与救赎 你一听那名崔氏伴的故事 一听就是喜剧片 拳集里面唯一牺牲的是 小毛养的那头猪 而且人家特中病 都是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听着就帅 就背装 我们都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块排骨 你打给我吧 后边没有人了 班长 真的厨师这个身份 听起来就太平常了 就像这几年的综艺节目 你看中国有这个 中国有那个 就显得特别潮 特别fashion 就不会有个节目 叫中国有厨子 那不废话吗 哪国没有厨子 在弄 播了两集之后 再弄个节目 叫中国厨子 巅峰对决 一个厨子断了一盆菜 放在这 这里是毛豆 AKA崔石板教授 来自大连DLC0411 看我一直到虎皮尖椒 让你们难忘即销 出门都仙气飘飘 最后本还会来个 别来这边 讲点我当病时候的事 我当病的时候 有幸参与过 两次压丁万的护航行动 这种长时间的海上航行 一般都特别的无聊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一两百天里面 没有WiFi 没有电脑 有时候单位会组织 用那个卫星信号 给我们关病 下点电影看 但是那个速度太慢了 当时给我们 下那个红海行动 下了三天都没下完 我们在红海下 红海行动下了三天 我们都不如自己去行动 在海上我们要想了解点 娱乐咨询 基本上就靠打电话了 然后再口口向传 这就有个问题 就是传着传着就传错了 当时庆余年刚播出那阵子 我战友跟我讲 说听他老婆说 现在有个剧挺好看的 回去可以看看 叫庆年鱼 当场我就知道 他念错了 我是个厨子 年鱼就没有庆这个做法 我说你肯定记错了 这最起码还庆年鱼 起码也得是庆正年鱼 还有去年我都退伍了 我在家里 我战友跟我在海上 给我打电话聊天 他说听说 现在国内有个剧特别火 就床观那个比赛 然后那个有扣木 有那个木头人 还有扣汤饼 最后不是只能活一个 我说什么电视剧 他说教那个叫 八语游戏 我说什么游戏 八语游戏 是比赛比的是爆饺子 真的像我们这种 长时间航行 真的很造罪 尤其是 但是我发现 很多人觉得在船上很舒服 尤其是在船上睡觉 但是觉得在船上 好像海凤 轻轻地吹 海浪轻轻地摇 就像在婴儿床上一样 但这个海浪啊 是不规则的 大部分时候 它不是摇啊 它是踹婴儿床 就半夜一两点 你睡得好好的 响就是一脚 要先活你怎么睡着了 刚被踹起了 有点梦想 坐起来一下 刚坐起来 响又是脚 要先活你怎么不睡觉啊 好不容易五六点钟睡着了 响又是一下 我说活不活了 让不然睡觉了 迷迷糊糊 我就听见班长在我旁边说 小伙人挺狂啊 早上不做饭 你还有理了 尤其是我第一次去护航的时候 还是个心病 运船很厉害 我的战友们 也叫了我很多运船的小喵招 我第一次运船的时候 他们叫我拿那个升降啊 擦胸口 我就有个穴位 擦好尺 第二次他们叫我拿那个洋葱 擦太阳穴 搞要是再不好尺的话 可以嘴里含一个大料 第三次运船 我都不敢跟他们讲了 我感觉他们 他们马上就要起锅受油了 我天天晚上睡觉 这摆个酱 这摆个葱 嘴里还含个大料 挣咸鱼都不用这么屈性啊 全是包裹的材料 宴一晚上我都入味了 早上起床 我一开门 半条船都知道厨子上半了 关键是这些办法不见效啊 那升降擦胸口 我擦了一皱 运船一点没好 胸毛长了不少 我说办长 我说办长 这些东西 你知道这些偏方吗 别人说我知道啊 我说办长 那你运船的时候 你试过吗 办长说我运船 我吃药啊 太强了 真的在海上航行 经常都遇到这种大凤浪 我们海军还有个传统 就是当凤浪特别大的时候 所以在最上铺的同志 需要拿绳子 把自己绑在床上固定住 要不一个浪 就给你甩下来了 但是这个大绳结 是个技术活 我们那个物全是心病 经常有那种 就是下班事好打 它绑紧了 上班事没绑住 那一个浪打过来 它直接甩 上班事甩下来了 那个腿还刮在床上 就没见过凤铃嘛 差不多的晚上一开门 一闻进蝙蝠洞里来了 今天就不讲当兵的了 今天就是聊聊爱情 真的我这个体型 可能就和浪漫爱情 这四个字没有什么关系 就像韩剧里那些桥段 翘原里女主抱着一摞树 转脚的时候 装在了男主怀里 然后镜头在空中旋转 两个人慎情对视 他幸会装的是男主啊 他要装的是我 在空中旋转的 就不是镜头了 女主落地楼梦了 我说刚才装着什么了 是撤吗 剧本不说最后一集 被射窗吗 但这种情况 生活中很少处现 因为转脚的时候啊 我转脚的时候 一般肚子比我现在处了 走过了 走过了 很多人觉得胖子不好找对象 但其实我也是有对象的 他叫小燕 他身材能比我好一点吧 比我能庆个三斤五斤的 我觉得女生胖点挺好的 我俩第一次见面 都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第一次见面 都是咖啡馆啊 树垫 我俩第一次见面 是农貌市场 那天下着灵性的小雨 我们俩不约儿童 看上的同一只筑前肘 当我们三只手 碰到一块的那一刹那 三只手 我心动了 诸如碳的灯光 映着他痛红的脸 我也秀涩地和他大扇 我说姑娘 你也铁球镖啊 他说铁什么球镖 这就是零食 就那颗我感觉 这不是普通的肘子 这是丘比特的前肘 这一肘子直接打在 我左心房里了 我恋爱了